放心吧 同志们 好了 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专题二 专题二是战略分析 这个对应我们教材第二张内容 对吧 原来的 好 我们来看考几分 这一张是重点专题 几乎每年必考 累计分值4到5分 有时候是4到5分啊 哎呀 无所谓啊 是无所谓吗 不是哦 因为捐一捐二是 每个各自是50分 所以4 5分 已经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呢 而且这只是战略的某一章的内容 所以这张非常重要啊 当然我们也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一张考点很集中 说白了 你把这个我现在屏幕里面 写的这四个掌握透彻了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一个是派斯的分析模型 波特无力模型 波士顿矩阵 斯沃的分析 理想情况下 我们今天能把前两个重点讲完 当然这个真题我们能讲一道 波特无力模型的真题 我估计我讲不到 我们作为作业 先留给大家去做 下次可我来讲 我稍微说一下我讲题的逻辑 这个我可能跟小剑老师不太一样 我只做好题当中呢 部分的题目我是会讲的 有一些你容易做错的 我会讲 稍微有难度的我会讲 偏简单一点的 你自己去做 好不好 真题 我觉得一般来说 90%以上的真题 我都会讲 因为我觉得讲真题 对你们来说 可能比较重要一些 特别是卷2这个学课 所以真题基本上我都会碰 哪怕我这些课不讲 我也会留作业 然后你下次 我下次课你需要来 要来听的 听到了吗 所以真题我基本上都会讲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好了 下面怎么学 这个地方 我基本上已经把 相对应的一些解题高手 明确了复习方法 大家严格的执行 然后按照我们综合阶段的 复习速度来进行掌握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章第三章 或者专题二专题三 我的解题高手写的非常的详细 我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在写综合阶段的这个讲义了 我写了好几个月呢 所以第一章你可能感受不到 因为第一章不重要 但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的把握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了 说实话 PAST的分析模型 你们可能都觉得无所谓 很简单 对吧 但实际上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综合阶段 真的考了PAST 它真的不一定特别特别简单 我还是那句话 知识唤醒那个部分 不是有题吗 知识唤醒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过PAST 知识唤醒那个部分 那个PAST题 是历年考试当中 PAST最难的一道题 所以感兴趣的同学 去做一下 之前上过的同学 你就还好 你就听过了 但如果今天 你是第一次来听课的 知识唤醒那道题 你一定要去听 听懂了没有 因为今天我们虽然 也有一道整体去练 但今天这个整体 相对来说 是简单很多的 好不好 好了 首先啊 关于PAST的分析模型 这四个大标题 你肯定得记吧 你说这玩意你忘了 这个不是有形可原 是不可原谅 所以PEST这四个大标题 分别是政治和法律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和技术环境 这个你必须得知道 好 那接下来 下面这种东西 要不要背呢 一样 跟专业节目 不需要你背 但是你得有印象 因为当你有印象之后 你才能够更好的对应 说哦 这个词出现 其实在提醒我 案例当中 在描述的是这个环境 所以不需要背 但你有印象就可以了 以及找准它的对应关系 相对来说 最简单的就是P 就是第一个 政治和法律环境 当然我们讲义当中 包括教材当中 都是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政治环境 一个是法律环境 考试的时候需要分吗 不需要 考试的时候达到这就行了 好吗 好 这里面 唯一我需要你掌握的 其实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二 一个是三 所谓的二 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 比如说 政府最近推出了一些 什么双减行为 双减政策 我个人觉得 它不属于基本政策 基本政策 我们写的是什么 产业政策 税收政策 进出口政策 它不太属于基本政策 但它是属于政府的 某种行为 对企业的影响 对吧 所以这个不用记 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可以 再比如说 上周 应该是 现在来看 应该是上周五吧 是吧 又出现了一个叫 清朗运动 大家有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清朗运动 治理娱乐圈的 就是那天可能是说 什么猎记艺人 不得再出现 明星不能有什么 什么搞流量 天天搞来搞去的 所以清朗运动 你看这些 对于那些娱乐行业的企业来说 其实就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都是属于 企业行为对 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 第二大类就是 我们的基本政策 所以我们说 基本上 如果你看到政策类的 那肯定是属于 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这个问题不大 剩下的不说了 好 接下来 法律环境分析 不重要 过 就是留在这 属于知识的完整性 但考试角度来说 没有关系的 好 第二个 经济环境 相对来是重要一些 经济环境当中 第一个叫社会经济结构 什么产业结构 分配结构 交换结构 消费结构 技术结构 这里面 首先技术结构 你给我打个叉 我觉得教材在里面 写技术结构 就是容易老乱精心的 不要看它 假装没有 好 产业结构是什么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对吧 好 分配结构 这个概念本身重要 但考试不重要 什么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所有者并存 这个 从来不会在战略里面考 交换结构 什么进出口结构 这个也不太爱考 最爱考在这 消费结构 这个是特别容易出现在 这个我们案例材料当中的 一个概念 好 注意 消费结构 有一个最典型的指标 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不写了 自己写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代表的是一种 非常典型的消费结构 也就是说 家庭食品总开 家庭食品开支 占你总开支的比重 你吃的 占你家庭总开支的比重 这是消费结构的一种体现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消费结构这个词 待会我们会要跟我们的 消费习惯 消费心理进行辨析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好 第二个 经济化成水平 这个最简单吧 GDP GNP 人均GDP这些的 这个我觉得不用讲 好 我需要强调的这样几个 第一个叫税收水平 税收水平指的是经济环境 如果说税收政策呢 各位同学 税收政策属于 政治和法律环境 OK 好 通胀率 贸易 汇率 不解释 重点在这 失业率 失业率 跟人相关 但它的本质 反映的是经济环境的下行 所以注意 失业率不在社会和文化环境当中 它应该放到我们的经济环境当中 OK 好 第三个提示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虽然有政府二字 是否属于政治和法律环境 不属于 因为政府补助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的补偿 所以政府补助依然属于经济环境当中 好 第三个经济体制 不讲过 第四个 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会纠结说 老师这里的这些政策是属于这里的 那什么样的政策是属于P 什么样的政策属于E 好了 综合计的 不做这个研究 但凡属于政策 直接给我扔到政治和 政治和法律环境就行了 我说清楚了吗 但凡属于政策就给我放P 能懂 放在P里面 好吧 最后一个 其他经济条件 这个是兜底条款 就是你发现你放不到P里面 你放不到S里面 你放不到T里面 好 又跟经济环境稍微有点关系 纠正到这儿 属于其他 比如说工资水平 指的是这个行业的工资水平 这个竞争对比上 指的是行业的竞争状况 对吧 你看这反映的 肯定不是P 肯定也不是E 肯定也不是T 那就是E就完了 所以最后这个5 是一个兜底条款 OK 好了 这一下子就记住了 是吧 好 第三个 社会和文化环境 来同志们 社会和文化环境 它的突出的特点 就一个字叫做 人 你看一撇一纳 我这字写得好漂亮 还有顿比呢 反映的就是人 其中 第一个条 人口因素 是反映的人的一些客观信息 分布啊 年龄啊 教育水平啊 国籍啊 这些概念 是属于人口的 基本的客观的信息 请大家注意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是经济呢 还是社会和文化呢 是社会和文化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 教育水平本质上 还是人的问题 属于社会和文化环境 它不能够反映出 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强和弱 OK 好 第二个 社会流动性 这个也比较重要 社会的分层 大家从这个 比如说从下沉城市 下沉市场 走到了这个 一二线城市这种 类似这种概念 对吧 这里有一句话叫做 社会流动性的研究 对于企业产品的定位和调整 市场细分等策略的制定 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上课举的例子 最经典的就是 抖音跟快手 抖音 面向的人群 一二线的 求时尚的 明星的 这种 类型的内容比较多 快手 主要面向下沉市场 对吧 猎奇的 搞笑的 这种形式的 会多一些 所以 有的人说 抖音是 阳春白雪 快手是 下里巴人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 就是这里的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并没有褒贬 一直分 你真正能够把 下沉市场 做好的企业 才是牛的企业 因为中国 下沉市场 才是主流的大市场 对吧 所以社会流动性 对于你企业 产品的定位 是非常有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淘宝除了要做淘宝之外 它里面还有天猫国际 它还要做淘宝特价版 一个意思 是吧 它要基于 不同的社会流动性 不同的社会分层情况 来设置它的产品定位 好 接下来 第三个 消费心理 刚刚那个叫消费结构 这个叫消费心理 好 请你换一个词 叫做消费习惯 注意 消费习惯也属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当中的 好 这里比如说 有的人就喜欢买贵的东西 他买手机就一定要买那些华为折叠屏的 一万多块钱的 他一定要买王石所代言的那个8848 他就不想买小米 就不想买红米 有的人反过来 有的人我就觉得我手机就是打电话的东西 我就想买最便宜的 性价比最高的 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 好 第四个 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们对于物质文化需求的提升 从圆埃 就是要物质 开始要精神层面的需求了 对吧 从最开始的吃得饱 最开始要吃得好一些 对吧 吃得饱一些 现在要吃得健康一些 不断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属于社会文化环境 你看都是跟人相关的 只不过是反映了人的一些主观因素 对吧 好 第五个叫文化传统 这个很好解释 中国的春节 西方的圣诞节 这些都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商机 包括中国的这个 那天上课的时候 我还说 这个中秋节 对吧 做月饼 也是一种文化传统 对吧 其实文化传统的本质 也是由人所形成的一个企业群体 一个群体吧 对吧 好 最后一个 我想稍微强调一下的 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呢 在教材当中写的是什么 西方个人主义强 我们东方是集体主义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呢 意义不大 这个价值观 大家不要想太复杂 你看他怎么写的 叫社会公众评价各种行为的观念和标准 比如说 我们认为游戏会危害青少年的健康 这就是一种社会公众评价小孩子打游戏的一种观念和标准 因此为什么会现在很多企业开始设置一些游戏 有青少年的模式 对吧 过了时间你不能玩了 包括抖音也是一样 过了一个时间 他会提示你要进入到青少年模式了 对吧 所以他其实就是基于 由于社会出现了这种价值观观念 导致了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一种改变 所以价值观 大家不要想得太宏大 这个价值观 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落地的 听懂我说一次 OK 好 你们啊 我看到评论区啊 就是咱们自己的学生 一看就是跟我上过课是吧 你们立刻能够回出来不利因素是吧 你们在说什么 可能新的同学不知道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再去判断这个 我待会说吧 一看就是新学生 一看就是老学生 好了 你就发现就是你跟我学完之后 你就发现大家这个底子很好呀 同志们啊 好 最后一个技术环境 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跟科技啊技术啊相关的 扔到这就行了 好吧 这就属于技术环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test这个部分的一些 几题高手 我们给大家做这样的一提示 我在比较重要的支点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都标注了在综合阶段的考情 所以你看考情 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吧 它重要还是不重要对吧 这是高频考点 15年18年 以及刚刚过去的21年都有考察 所以频率并不低哦 当然如果你这样想 老师你22年能不能考不一定 这玩意真的不能蒙 你说老师这一看 好像三年考一次 三年考一次是吧 你不能这么算哈 不能这么算 好 那首先我们从要素的类型 和判断的角度来说 其实难度是比较高 比较低的 但是我提示几个一错点 刚才已经其实我说过了 比如说 政府补助到底属于哪一个 消费结构属于经济 消费习惯 消费心理属于社会文化 失业率反映的是经济下滑 所以对应的是经济环境 社会文化不是的 社会文化里面的那些率是什么 结婚率 离婚率 出生率 死亡率 是这个东西 OK 好 接下来 这我这里屋子里的pad 给我自己踢出去了 你看 你说你这聊不聊的 是吧 我的课把我自己踢出去了 好 第二个 在综合阶段 去出pest的题目的时候 经常是这样来考察大家的 请你逐项分析 这些pest四项因素 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是有利影响啊 还是不利影响啊 注意 我们在分析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时候 注意这是个主观判断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要看清楚这个企业是谁 当你明确了这个立场之后 再来回答 比如说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 我们认为 玩游戏会损害新少年的健康 从价值导向上来看 这句话非常的正确 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呀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个生产游戏的这个厂商 对你来说是有利影响 还是不利影响 当然是不利影响 所以大家一样搞清楚 就是我们在分析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时候 不能光看这个字本身 是看起来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不行 你要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比如说 这个 中研究竟有个案例说 刘涛 不是演员那个刘涛 刘涛呢 想要做一个绿水壶 引进了一个国外的绿水壶的技术进来 但是呢 他发现 现在国内的绿水壶技术呢 不是很成熟 于是他引进了一个国外的 哎 同志们 国内的绿水壶的技术不是很成熟 这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负面的评价 但对于刘涛这家公司来说 却是一个有利影响 因为带来了机遇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思考 看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哈 之前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之前的这个 认知综合和 先行唤醒的同学 你会发现呢 你没有感觉 你可能还以为说到了综合阶段 这个答题还是复制粘贴 贝速墨写加复制粘贴这么简单 不是的 到了综合阶段的学习 战略这个部分的答题 其实难度是高的 你真的要去动脑思考的 今天的题目倒还好 下一次课我们会给大家去讲 那个波特武力的那道练习题 那道真题 你会发现你漏洞百出 你会做不对的 所以大家要高度的重视战略的学习 不单单只是背的问题 是真的需要去分析了 好 最后一点就是 在回答这种题的时候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画表回答的 其实在我们的机考系统当中 画表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画表怎么回答 就这样 对吧 我这画的有点粗糙 是吧 就这样的 这是P 当然你最好写政治和法律环境 这样它保证你不给你扣分 PEST 有利影响 不利影响 然后根据案例的描述 请对应的写在这里边 请注意 其实从2018年以前来看 你是不能够直接照搬原文的 你必须要去提炼和总结的 所以以前呢 你在写具体答案的时候呢 你直接 你必须得用自己的话写 但是从2018年以后呢 答案的标准程度适当的放松 你哪怕是引用原文 也基本上能给你分 所以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 你不需要再多做太多的总结 案例里面是这么写的 你抄过来 稍微的条条 不那么离谱就行 听懂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在答题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考试的时候 综合阶段的界面 跟你们专业阶段界面没什么差别 所以你们专业阶段的时候可以列表 综合阶段依然可以列表 好了 需要各位同学 请你打开你们的题的这个讲义 翻到 如果讲义有页码的话 是第八页 有同学说没考过机考 还有同学没考过机考 请翻到第八页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真题 如果没打印的同学 那就请你来听一下 这个题本身不难 所以你光听也可以 好吧 这是18年的题目 18年的题相对来说答案就已经比较放松了 相对来说放松一些 我们先来看题目的要求 根据资料 运用PEST的分析方法 来分析森望目前的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典型的考法 不单单让你去识别出PEST 还让你去识别它到底是有利的 还是不利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道题目 OK 其实第一段的文字还好 第一段我们简单看吧 说有这么家公司 是一个连锁企业 跟很多的水果基地密切合作 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加工配送中心 将水果喷缩到门店 然后通过不同的零售模式卖给了消费者 然后下面有两个品牌 一个叫幽望 一个叫结望 幽望是面对中高端的 除了卖水果之外 还会做生涯果牌 然后另外一个叫结望 主打的是好吃不贵 对吧 所以是规模化的控制成本 保证水果新鲜的 你看这段话 跟PEST有关系吗 为什么没关系 因为根本就不是宏观环境描述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 当你看到题目的时候 让你运用PEST模型分析的时候 你第一个脑子里面 你其实就应该定位出来 我应该在哪个站段去找东西 这个站段没有一个题宏观环境的事 所以答案肯定不在这一段 当然我们如果做过2018年的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考的是 它到底用了哪些竞争战略 当然我们先不说 好 接下来 作为农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水果产业 国家一直 哎呦 你看到国家两个字你就很开心 为啥呢 你就知道宏观环境的分析要来了 说国家一直以来给予政策支持 来 同志们 到这儿你是不是就能答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P 好 这是正P还是负P 是有利影响的还是不利影响的 很简单吧 这显然是一个正P 对吧 有利的 我就写个P证 往下走 国家十二五规划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扶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 标准化 规模化 集约化 作为产业调整指导思想 旨在促进大型水果企业发展 推动水果产业集中度的提升 这么一长串话 全是口号式的话 但总之你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是国家提出了一个规划 要推动我这个行业的发展吧 好了所以这个也是对应的P证 我刚才有一种给自己读新闻联播的感觉 有没有那种感觉是吧 有的说真的像新闻联播 哎呦你们真的是挺配合我的 真的像 因为这词特别像新闻联播的词 是吧 好往下走 同时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没跟我学过战略 学过战略同学你会发现 做主观题包括军二也是一样 特别是做战略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种 同时啊 另外啊 但呢 一方面 另一方面呀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叫做考点提示词 你得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你得知道后面可能会有答案的出现 对吧 所以看到这种转折词 连接词 无论是递进关系 还是并列关系 还是转折关系 大家一定要心碰 跳一下 当然你心不会跳这么大声啊 你就碰 跳一下 是吧 你得知道这个后面会有答案出现了 说国家呢 也高度重视水果线上零售的发展 并在政策层面 其余大意识 套话一句又一句 依然是 屁正 是吧 好 接下来 说自2012年开始呢 这个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均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产品 电子商务等交易方式 加强 又 后面都是 但我个人觉得 这句话你写还是不写 没关系 答案其实是没有给这句话的 前面这几句话是有的 至于说这个文件提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不用去写 总之就是一个政策上面的支持而已 听懂我的意思 相当于是 是对上面这一句话的概括 一个展开 所以这个话我觉得你写或者不写都不要紧 反正你写多了也不会扣分 懂了 所以这一段都是P 而且都是有利影响 好 接下来 近年来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哎哟 国内生产总值 GDP呀 什么呀 经济吧 对吧 好 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 所以肯定是 肯定是 意 有利影响 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人们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 哎同志们 来 恩格尔系数 我们刚刚讲过吧 什么来着 消费结构 你看真的 它就是这么考的 为什么我说 你要对PS里面那些小的东西 小的标题 要有印象 对吧 我给你解释它是有原因 因为它真的考过 所以恩格尔系数出现了 依然是经济环境 好我请问 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是什么 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是社会文化环境呢 还是经济环境啊 冷静哈 冷静一点 什么 我告诉你啊 按道理来说 你打哪个都行 但是比较偏向于 还是经济环境 人们生活好了 是因为什么 其实它想表达 就是经济变好了 它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它跟人本身 生活的品质的追求的变化 生活方式变化 是一个概念吗 不一样对吧 你看我们在讲 社会文化环境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什么 是生活方式变化 但并不代表生活方式变化 就是生活水平提高吧 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应该是经济环境 走 好往下走 接着往下说 我国人口的增加 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也推动了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 这里面提到了一些人口增加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是属于什么 首先城镇化水平这个典型的 是属于经济 但是人口的增加的这个提高 它是不是属于所谓的经济 或者社会环境呢 其实答案在这里 没有做这么细的区分 他认为这句话整体啊 就作为是经济环境 但人口本身 其实它是可以作为 社会文化环境当中 那个基本要素的 但实际上 这里仔细去理解一下 同志们 他想表达是什么呀 想表达还是经济提高了 所以想本质 但是有些老师 我要是写在社会上 扣不扣分 不扣分 放心啊 不会给你扣分的 也大大推动了 我们人均消费的能力 还是讲的是 我的经济水平的上升 这跟刚才那个生活水平提高 是一个意思吧 对吧 改变 生活方式改变 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 但是人均消费能力提高 生活水平提高 还是反映的是经济环境的问题 对吧 好 所以你看啊 综合基本上是要动脑子的 好 往下走 这不就是典型的什么 典型的转折词吗 消费水平的升级 驱动了消费观念 也发生交代过大变化 同志们 好来来吧 消费观念是啥 消费心理 消费习惯 消费观念 是不是一例子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 社 不好意思 确实是社会和文化环境 对吧 所以这里的消费观念是典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所以这是S 而且是有利影响 好 正在像什么什么什么变化 你爱写就写 不爱写它倒 你可以复制 你也可以不复制 你可以自己总结 人们对于水果的消费需求 不再是满足于买得到吃得着 而且要求的是新鲜度 外观 口感 内在品质等等 都提出了要求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从吃得饱 到吃得好 到吃得健康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 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有利影响 对吧 好 往下走 从目前现状来看 由于我国水果产业的相对的集中度是比较低的 水果的质量和标准也不太统一 消费者对品牌还不太敏感 好了 请注意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 水果产业的集中地度比较低 水果质量不达标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整个产业的一个环境问题是属于什么问题啊 其实比较偏向于是一个经济类的问题 对吧 产业集中度不太好嘛 它实际上是对应经济环境当中兜底的那一条 就是其他经济条件 兜底那一条 答案没写 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写上一定是比答案更好的 官方答案给的没有这句话 我个人认为特别是水果产业集中低 对吧 水果质量这些都不太好 这个完全可以放到那个经济环境当中去 对吧 但是后面这句话 消费者对品牌还不够敏感 这典型的是讲人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请问 消费品对品牌还不够敏感 这句话 是优势还是劣势 这是这道题当中最容易错的一个点 消费者对品牌还不敏感 这是优势还是劣势 现状来看 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所以你看 刚才我说了 我这家公司有两个品牌 一个叫优望 一个是结望 对不对 我有相应的品牌 但是消费者对品牌不敏感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劣势 这是不利影响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 E负 不不不 不是E负 S负 社会和文化环境 小消费者的嘛 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利影响 好 再往下 后面又先出现了一个但 又来了一个转折 我说转折之后必有妖 对吧 转折之后必有妖 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升级 人们对健康观念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升级是什么呀 这又是一个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有利影响 对吧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 然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也越来越高 这些都可以算 对吧 在购买升级产品也是更加注重了一个产品质量 所以这段话都可以对应的是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 与此同时 是不是并列的连词 请注意答案 然后在后面啊 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也在发生的变化 从到超市到菜市场购买水果 逐步转换到了什么呀 在精致的社区水果店或者是网上购买水果 这不就是生活方式发生的转变吗 对吧 所以这里面也对应的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有利影响 所以你看我刚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是那个 结望这个品牌 是吧 我像评价销售对吧 等等的 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水果品牌 是有什么特色服务的 可以外送的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有利影响 听懂了 好 接下来 你看我先暂停一下 有同学就开始自己瞎想了 发现没 这就是典型的 自己不看案例 然后开始瞎想 有同学还在疑惑 老师消费者对品牌为什么 这个不敏感 这个为什么是不利因素 还在纠结这件事 是吧 然后自己想了一个故事 发现 老师这应该是有利的呀 就是因为他不敏感 所以我建立了一个品牌呀 对吗 同志们 不对 我已经说了啥 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这个公司是已经层立于2000年了 然后我有俩品牌了 我有俩品牌了 我有了 但是消费者还是不敏感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呀 冷静一点同志们啊 不要认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听懂了 好 过 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提升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效率 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水果的时候 不再受制于12345678的影响 这很简单吧 冷链物流本身代表是一种技术 所以它是一个技术的有利影响 对吧 促进了什么消费 好 同时 又是一个并利连词 互联网的加入肯定是技术了 催生了 电商的兴起 改变了水果的业台 由过去的路边摊到什么什么什么不说了 总之这都是由于技术的因素 所带来的一个有利影响 对吧 好 接下来 但是我国的水果自动化的程度也是比较低的 在产品标准化的方面仍需要改进 此外 我国水果在流通环节损耗率也比较低 也需要加强 这是属于什么 这两个一看但是你就知道了 是吧 整体 整体技术还是不行 还是有问题 此外 损耗太多了 还是不行 这都属于 技术的 不利影响 能跟上吗 所以各位同学 大家一定要认真读题 我不希望大家就是 但凡给你想的不一样 你先问出来 一定要自己就多思考思考 多串串这个案例的前后文 是吧 一定要想清楚你自己的立场 你现在在哪 你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所以这个事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不要觉得说消费者对品源不影响 我自己就下面就演了一个故事 我演的故事就是 于是我崛起了 我壮立了一个新的品牌 所以消费者更爱我的 这都是你杜撰的 这都是你杜撰的 千万不要想得太远 同志们 大家一定要克制住自己 无限发散思维的大脑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怎么写的 首先第一个 政治合法与业因素 答案的写法是没有画表格 它是直接标出来 国家一直以来对水国产业 给予了政策支持 第二 十二五规划旨在促进水果发展 第三 高度重视水果林上发展 并在政策增变给予大力支持 都是有利因素 来 在哪 在这 你看我这些是不是画了三个P 一 二 三 它是不是完全的复制粘贴 不是 你看 国家一直以来给予政策支持 这句话是粘得过来的 但是十二五规划那个 它缩了 你别把整个这一大段号都给我粘上去 命题老师 这个阅卷老师看得累死 你看它怎么总结的 它总结的是 十二五规划旨在促进水果的企业发展 推动产业集中度的提升 实际上它取的什么 实际上它取的就是一个头一个尾 这个玩意儿 推动发展 推动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中间是那个 不太重要的 都是套化的 就不要了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写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复制粘贴 你给批券老师的感觉不好 觉得你很偷懒 懂吗 就是你适当的复制粘贴是可以的 但你别太过分 过犹不及 同志们 好 这个也是一样 这句话 因为短嘛 这句话 它依然是粘过来的 你看是不是粘过来的 基本上粘过来的 我说了 2018年级以后的答案 这些都是OK的 以前不可能OK的 以前你必须得改写 好 接下来看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呢 首先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逐步增加 N个儿息数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这刚刚我念过这句话吧 有印象吗 对吧 我刚才还跟你们讨论了一下 人民生活水平这件事 到底是属于什么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我国人口的增加和成真化水平的提高 推动了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 这也是原文 你看是不是原文 第二 我国的人口增加和成真化水平的提升 推动了人均消费能力 这就是粘的 这就是粘的 但唯一的难度就是 你要判断它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对吧 好 再往下 回过头来看 社会有文化因素 这个是最多的 首先第一个 消费观念发生状态变化 消费向品质化 品牌化 个性化 多样化 转变 第二句 对这些什么品质提出要求 第三个 对品牌不敏感 注意 记看 不利因素 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高 重视质量了 最后一个 消费购买习惯发生改变了 这五句话 很显然是属于它提炼过的 你看 原来这个是好长好长的 对不对 是吧 你比如说什么买得到吃得着 这些 你就没有粘 对吧 你就粘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有个人说 老师 我自己写答案的时候 我不是写的五条 我写的是四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呀 把圈一和圈二写在了一条 可不可以 你说呢 成年人 这点基本的判断应该可以吧 当然可以呀 对吧 实质重于形式 老师 我写了七条 我把这个第四条拆了成两条来写 可不可以 给不给分 实质重于形式 当然给分 老师 答案这五条当中啊 我写了六条 我比它写的还全一点 给不给分 给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一定会问 老师 答案给了五条 我写了其中四条 给不给分 给分 但 酌情扣分 这个酌情就取决于 当年一起考试的人 他们答的好还是不好 如果大家答的都不太好 就不用酌情了 给分 你漏几个无所谓 如果大家答的都非常好 怎么办 你少 我就给你扣 所以 这样二这个学科 它是一个特别有弹性的学科 至于这个弹性是啥意思 你们自己品 成年人不需要我解释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 去年 G2考完之后 老师 要挂了 太多黑马了 考不过了 但是最后报成绩的时候 老师 我七十多分 我八十多分 你品 你细品 懂了 所以 尽可能的网上写 清楚的 调分履息的 网上写 别给我大段大段瞻 我告诉你 你让 PG2老师不爽 你的分就不爽 所以 读乐乐不如重乐乐 他开心 你也开心 懂吗 所以 有的时候 考试就是玩人性的 对吧 虽然你跟那个命天老师不认识 但是你们通过这个试卷上 就能体现出来 你的答题素养怎么样 OK 好 接下来 第四个 技术的这个就比较简单 技术的很明显 两个是有利的 两个是不利的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吧 冷冽物流的发展带来了流通效率的提高 互联网这个也是一个有利的 但后面的两个是不利的 基本上是粘的原文 适当改写 我建议大家这样 G2考试时间 3.5个小时 时间上完全足够 你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着急 各位同学 请你冷静 那么大家在答题过程当中 你在第一遍答的时候 大部分同学都是有检查时间的 你第一遍答的时候 你先粘 能快速改写的就快速改写 等你第二遍回来检查的时候 你再适当调整 我告诉大家 你最终在G2需要检查的大部分都是战略的部分 因为战略这个地方需要你做的分析是比较多的 剩下的你判断出来就判断出来 你字写的也少 你需要写的最多的就是战略的部分 你看你这写的多少字 当然可能是粘的 但字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战略这个部分 所以你在最后检查的时候 你适当调整的也是战略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自己过分了 把原文都站上去了 太过分了 那么你就调一下 我说清楚了吗 好 哎呀 有同学还不知道G2考几个题是吗 G1移到大题 G2移到大题 就移到大题 但是一般来说7到8个问 懂了 赶紧回去给我听认知综合 同学 那个叫Y的同学 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赶紧给我回去听认知综合 我不想在这花时间给你普及综合是什么东西 考几个题 什么题型 这个必须得回去看 不看 下次别来上课了 同学们 好吧 答应我 好不好 求求求你们了 好 哎呀 同学们你们看你问这个问题 老师G2经济法和法考有融合吗 你觉得呢 来 我不回答 同学们自己回答 G2经济法和法考会有融合吗 你们自己回答吧 好不好 你觉得能有吗 疯了吧 这要是真的敢结合初题事故 你拿了一些不属于我们这个领域的里面来考 那大家都咋想了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那么可爱 好了 来 9点03分 行吧 把产品生命周期开个头 我把产品生命周期讲完下课吧 因为这个支点简单 好不好 大家都太可爱了 太基于考试了 来看第二个模型 刚开始我们讲的PAST 其实是宏观环境分析 现在我们到了产业环境分析 对吧 好 基于时间维度上的产业环境分析 产品生命周期 分成四个阶段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人不会啊 这四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S型曲线 对吧 是S型曲线 然后呢 这个四个期间的划分依据是什么 这个稍微作为一个简单的结论知道就行了 叫产业销售额增长率 销售额的增长率 所以分成了一二三四个阶段 你看 一开始增长率这样的 变了一次 变得比较高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线 然后又缓回来了 这是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分界线 然后又下来了 这是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分界线 所以相当于是三个增长率率的变动明显的地方 是吧 分成了三段 分成四段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在我们的综合阶段是可以考的 它不再是像专业阶段说 给你一段案例的描述 请你判断它是属于什么周期 现在是给你一大段描述 请你判断它是什么周期 且说明理由 问题就是咋说明理由啊 你以前是根本就不背的 根本也不知道从哪说 对吧 大概率判断出来 找关键词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找关键词 只不过我们待会告诉大家套路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角度是什么 你主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和回答 基本上分已经拿到了 好 我们先不说到那 我们先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表格 首先四个七没关系 首先来看第一个 销量 销量最开始是很少的 注意 我这里写了一个销量括号用户 什么意思啊 题目有的时候不会写销量 它会说我用户数少 我用户数多 你脑子里面得有这个弦 用户和销量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基本上划等号 虽然不严格一致 对吧 但是能够代表一定的销量 OK吗 好 初期销量比较少 成长期节节攀升 明显扩大 然后饱和 然后下降 所以你会发现销量这条线 所呈现的趋势 其实就是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所体现出来的趋势 对吧 所以这个很好记 唯一需要提示大家就是成长期 是快速增长 成熟期是平稳 基本饱和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第二个 价格和利润 这一行相对来说不重要 相对来说不重要 我唯一需要大家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 在哪一个阶段价格和利润最高 在成长期 成长期它的价格和利润是最高的 你刚开始的时候价格肯定不会 就是肯定不会这个利润特别高 因为刚开始研发成本也高 但是后来你的成本不断的被你已经能够 这个比如设计已经成熟了 那么你的成本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利润也会变得高 有些老师为什么不是成熟期啊 因为成熟期的竞争太激烈了 导致你们互相在打价格战 所以这个阶段一定是价格和利润都会下降 所以最高的是成长期 好 接下来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前面是一般都在研发嘛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的人做得好 有的人做得不好 所以参差不起 到了成熟标准化 基本上它有点类似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创新生命周期的那个成熟期对吧 也是产品是标准化的 但是到了后来可能开始出现偷工减料 为什么因为为了控制成本嘛 为了控制成本 所以我开始用一些比较差的原材料 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些质量问题 好 接下来行业竞争 这个也重要 刚开始的时候没人给你抢 但是后来人越来越多 你发展的好人 人家眼红啊 人家眼来了 所以叫做竞争家具 好 最重要的是成熟期 这叫什么 叫出现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所以这个阶段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而衰退期呢 衰退期讲的就是你有能难的人 你能把东西卖出去的人 你才能有竞争力 否则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 好 接下来 经营风险 注意哈 经营风险这里边 我这里写了个市场 基本上等同于所谓的市场风险 或者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我们案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市场的不确定性很高 你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在告诉你什么 是告诉你经营风险特征呢 大概率可能是属于导入期呢 对吧 因为你在专业阶段学的时候 你记住的就只是说 经营风险是单边下降的 但你没有那个概念说 这个经营风险其实就是市场风险 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词大家能够转换回来 通过案例材料 能够反映出这个信息 好 最后一个叫做战略路径 战略路径 也就是在不同的时期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 如果是我的老学员 应该很熟这段 最开始要做研发 对吧 叫做R&D 第二个 改变价格和形象 也是做营销 MKT 说啥呢 第三个 成熟期和衰退期 做的事都叫做 运营管理 叫OPS Operations 对吧 但是它俩有稍微的区别 都是为了降成本 但是成熟期是降本增效的 衰退期呢 你在降成本的过程当中 你还得 苟言喘喘 你希望现金流失等等 对吧 因为现金流是企业经营的血液 你不能失血过多呀 所以你希望你的现金流是正的 所以虽然都是降成本 一个是为了提高效率 一个是要把现金流维持正 好了 首先我们这个大表 带着大家回忆了一次 没问题吧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东西 第二个 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性 这个质量 在专业阶段不重要 但到了综合阶段 那就不一样了 为啥呀 因为我们说了 综合阶段就喜欢考观点判断题 这就好像我们说 在财管里面的学习 以前重点是计算 现在重点呢 是优缺点 是适用条件这些 你以前觉得是废话的东西 所以局限性这个地方 是可以考的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种 你以为是不重要的质点 但其实是重要的 好 但重要的也就那么三个 最后一个不重要 第一个分不清 就是你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所以如果人家说 我能够清楚的划分出 我是处于哪一个生命周期 错 好 第二个 企业的增长也不一定是乘S型的 有可能上来就立刻下去了 没有一个所谓的成熟期的过程 对吧 我们说OFO共享单车 就是典型的嘛 对吧 刚上去刮下来了 所以这个增长不一定都是S型的 第三个 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创新 和产品的重新定位 来影响曲线的形状 比如说 你刚开始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像 又可以上来了 比如说手机行业挺典型的 因为我们说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其实原则上分析的是一个产业 对吧 其实手机这个产业 最开始的时候 大哥大那个年代 其实手机行业是往上走了 但是后来就没落了一段时间 直到智能手机开始出现 所以这个行业又开始往上走 所以这个你通过产品的创新 重新定位 是可以影响企业的形状的 OK 而且公司容易会发生一种情况 就是我以为我在成熟期 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在成熟期 我以为我在成熟期 其实你已经走在了衰退期 所以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意想的预言当中 最后一个相对来说不重要 有的产业刚开始是集中的 有的产业刚开始是不集中的 所以不同产业 它随每一个 它所处的每一个周期 跟这个产业还是有些关系的 你比如说你去分析石油行业 这个石油行业 你所谓有生命周期的概念吗 其实没有那么多生命周期概念 对吧 这个产业一直都很集中 就那么几家大的 但如果你像说手机行业 对吧 这个手机行业呢 集中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 你的生命周期的特点就比较的明显 所以分析它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第四个简单看就可以了 前三个有印象 能够做出观点的判断就OK 好吧 好 我们说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解题高手 也是一样 判断周期 说明理由 看吧 15年考过 19年考过 所以这是低频考点吗 不算 我告诉你 在综合阶段 但凡考过的都不叫低频考点 只要在综合阶段考过的都不叫低频考点 OK 好 我们再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重点把握的是这四点 一个是销量 一个是质量 一个是竞争 一个是经营风险 也就是意味着 如果当你判断出来了 它所处的生命周期之后 请你尝试从以上四个方向去找理由论证 我说清楚了吗 我说清楚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 销量和用户量这个是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S型曲线 对不对 产品质量是什么 刚开始不好 后来 参差不齐 再后来 标准化 所以成熟期那个是最重要的 标准化 行业竞争 刚开始没有什么竞争 后来竞争加剧 再后来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所以前三个阶段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一个经营风险 代表的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刚开始的时候 经营风险 市场不确定性是最大的 对吧 所以你要通过抓这四个方面 来进行回答 明白我说一次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性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在综合阶段考察过 但依然可以考观点判断题 建议大家作为一种黑马考点来复习就可以 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你们来看到题目 看完题目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第一个 成熟期开始的标志是 近追者之间出现的是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你爱翻翻不爱翻拉倒 这个你可以翻到那个讲义的部分 你也可以不翻到那个部分 反正这几个题比较简单 第一个对不对 成熟期的标志是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对不对 对没错 第二个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用于分析 所有产业的发展规律 每一个阶段的持续时间 会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对吗 怎么说理由 不对 怎么说理由 能分析所有产业发展规律吗 不对 怎么说理由 有一些产业不一定呈现S型的 你就不能用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去输 对吧 差异大 你也可以去说那个集中度的问题 这两个答案都可以 OK吗 所以你看 是可以考的 好 第三个观点 公司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重新定位 来影响曲线的形状 对不对 对 这句话是教材的原话 这句话正确 第四个 与产品生命周期每一个阶段相联系的竞争属性 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对 但是一个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具体阶段 通常是比较清晰的 你看他这个话说的好像好有道理 你看前半句话说 不一样 但是其实阶段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一定要冷静 做战略的题 就是做中和阶段判断 一定要冷静 对吗 胡说八道 分不清楚 它这里就相当于是把局限性的第一条和第四条 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你一不小心就做错了 第五个 成长期的产品改进迅速 可形成标准化 我告诉你 这就是特别特别爱给你挖坑的 说成长期啊 哎呀 产品改进可迅速了 就能形成标准化了 对吗 不对 成长期的产品叫做 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标准化是什么周期的 是成熟期 所以别觉得它看起来相对的 好 最后一个 衰退期的战略路径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对吗 衰退期的战略路径是控制成本以维持现在正的现金流量 而成熟期的战略路径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有用 它都可以出观点判断题 懂了 所以稍微看一下答案 恰当或不恰当 一般来说哈我们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如果不恰当说明理由 也就是意味着如果恰当的就不用说了 但是一定要审题 有的题就是不管恰当还是不恰当都得说明理由 这个就要求低一些 你看第一个恰当不用说 第二个不恰当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生命周期都呈现S型 有的是可能直接走向摔网路 最后一个也是 这个第四个也是不恰当你要说明理由的 我们是很难去确定 你所处的具体的生命周期分不清嘛 对吧 好 以及最后一个 后面两个哈 参资不齐 成熟期是实现标准化 最后一个衰退期是控制成本 维持正的线级流量 当然你也可以说 说这个成熟期才是控制成本提高效率 你答两个答案 哪个答案都可以 好吧 OK 我们休息十分钟 回来再进行波特武力模型的学习 OK休息一下吧